视频中,这头脚穿蜗牛鞋的毛驴正在指甲修剪 修提人一刀下去,就将毛驴一尺多长的蜗牛指甲齐齐切断 看着是十分的解压,而毛驴的东家却站在旁边无情的冷横 还说自己不可能花钱给驴修提 要是毛驴哪一天彻底瘸了,自己就杀驴吃肉 驴主人的这一番垃圾言论也是立马引起了周围人的不满 纷纷指责东家禽兽不如 大家能猜到,这头穿着海螺鞋的毛驴几年没修过驴提了吗? 既然东家不愿意花钱给驴修提 今天为啥又会网开一面,让师傅给驴修提呢? 一般而言,驴子、螺子等家畜是需要定时修提子的 它们的四个提子就像是人的手指甲,是由厚厚的角质层组成 而且还会不断生长,如果不及时修剪的话 太长的提子就会影响到牲畜的行动 视频中这头毛驴此刻就被修提师傅签了出来 此时它的四个驴提太长,已经弯弯曲曲,严重变形 就像是在四个提子上套上了海螺壳 毛驴的行动已经相当不变 只能一小步一小步往前挪动 一旦走快,很有可能直接摔倒 修提师傅将毛驴绑在了电线杆上 然后掏出了自己祖传的刀铲 对准毛驴的前提就是狠狠的一下 毛驴的提子直接应声断掉 光切下来的一个提子就有三十多厘米一尺多长 修提师傅说自己快七十岁了 干了三十多年修提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长的驴提 但毛驴东家接下来却语出惊人 九岁毛驴自打出生 就没修剪过驴提 脚趾甲长成了蜗牛海螺壳 严重弯曲变形 几乎让驴瘫痪 东家却不管不顾 反而还说自己不可能花钱给驴修提 要是驴真的瘸了 自己就要杀驴吃肉 修提师傅本来猜想 这头毛驴至少有五六年没有修剪过提子了 但东家表示 这驴今年都九岁了 自打他生下来就没给他修剪过驴提 东家说这话的时候不以为耻 反以为容 周围的人们听到东家的这些荒谬言论后 也是纷纷对他进行谴责 在人们争论之际 修提师傅已经一刀一刀 将驴提过长的部分手动切割干净 此时驴提已经出具正常提子的雏形 而修提师傅还觉得不过瘾 又摸出了一把随身小刀 打算给驴提再行加工 让驴提的切口变得光滑平整一些 师傅经验丰富 每刀下去都有驴提碎片落下 而毛驴全程十分配合 好像明白修提师傅是要拯救自己一样 直到修提师傅的最后一刀 可能是触碰到了毛驴的痛觉神经 毛驴直接一脚登翻了凳子 还别说 修提这一行虽然看着粗糙 但可真是个危险工作 如果被骡子和驴的后腿登上一脚 轻则筋断骨折 种则直接歇菜凉凉 在上个世纪 国内的牲畜数量比较多 经常会有农村人被驴子伤到的情况 而现在村里的牲畜少了 牲畜伤人事件才渐渐减少 紧接着修提师傅又要掏出脚摩机 给驴提打磨抛光 九岁毛驴自打出生后 就没有修剪过一回驴提 弯弯曲曲的驴提 就像是四个巨大的海螺壳 套在了毛驴的脚上 修提师傅为了将驴提修剪完美 甚至请出了电动脚摩机 不是一通打磨 驴子貌似很享受这个过程 毕竟将近十年没有修剪清理过的指甲 现在一招得以释放 想想都痛快 打磨完毕的驴提 看着就要比刚来的时候好多了 驴子也能正常行动 还好今天修提师傅外出溜带的时候 看到了这头毛驴 发现毛驴的驴提 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行动 如果再拖下去 受骨临巡的毛驴可能彻底瘫痪 随后和东家攀谈起来 想询问一下毛驴是否需要修剪驴提 没想到东家是个愣头青 坚持不要花钱修提 认为自己养着毛驴 已经是毛驴的福分 没必要给毛驴再花钱 听到这样的解释后 修提人才打算义务修提 不要钱免费修剪 听到免费两字之后 毛驴东家这才输了口气 同意了修提人的请求 修提完毕之后 毛驴还没有适应现在的情况 走路依旧是歪歪扭扭 九年的艰苦折磨 换来现在的一招解放 估计毛驴心里都要乐开了话 修提师傅说了 刚刚修剪驴提的毛驴 不适应很正常 是硬个两三天 毛驴就能自由行动了 大家认为 毛驴的东家 是不是个好主人呢 记得点赞关注哦